奇妙的感动 但愿你会懂 我愿和你唱着感动 感恩导师 感恩主持人 感恩FB前的家人 还有在场的超马家人 我很高兴能来这里跟大家做分享 分享我的生命故事 我接触超马是在一年以前 那个时候是我一个朋友拿了千年之约给我 他那本书会让我很好奇 就是在分享者生命中会遇到一些问题都有解 那他们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那当然就是我的情观 那这个是我今生很大的一个需要学习的 然后还有就是呢 我一直是处于失眠的状态 很容易失眠 所以那个 对不起啊 这样有美丽吗 要要 要得香女人化 好然后呢 因为一直长期失眠 所以那个脾气是很不好的 很容易抱怨 然后那个口气呢就会大声 自己还不知道 就是自己种的一些因呢 都有看到实在是太无知无明了 那因为我觉得那本书呢 很吸引我 所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来 看看到底什么叫超级生命密码 那我来了以后呢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负能量很强的 因为太无知无明了 已经无知无明了 四十多年了 你就会知道那个习气有多重 然后我去的时候 刚好遇到老师回台湾有课程 所以我在超级生命码这本书 还没有念完的时候呢 我就参加老师的课程 老师当时候一经常就唱感恩四句记 其实那真的是一个很强的正能量 只要我们在地球呢 坎坎坷坷地过来 一听到那首歌 你的灵魂一定会让你很感动 因为灵魂就是要听这个正能量 很感动的 那那种感动是很莫名 就像一个艺术品 你看到或你听到 你自然会赞叹的那种感动 我就开始呢 就觉得我应该是要来这里 因为以前的学习 不会让我有感动 所以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就顺着这个课程呢 我记得那时候是唱老师那车活动 主打歌就是记得你的好 这首歌呢很疗愈我 因为呢我常常就是对每一顿感情呢 我都是借人家的怀 没有想到自己 那这种习气一段带一段 一段带一段 那就是因果咯 对不对 因为我用以前的经验去跟人家互动 那没有改正 那是不是就是同样的结果呢 对不对 那来到这里我就开始慢慢学着 记人家的好 那记人家好其实 以我们这种机场秒度很难得 那就只好做心法 这是超马最大的好 刚我主持人有讲了 就是人世间的问题要用智慧来处理 或者专业来解决 可是超越了专业跟智慧 你就要用超越时空的心法来处理 去把它圆满 那在超马里面呢 就是忏悔开始 忏悔 在超马的忏悔 跟法源他的力量是非常强的 我就开始练习 照着地址归去比对 因为老师叫我们要地坛式的比对 搜寻 你什么地方不对 从忏悔开始 我好像就不太记恨对方 当你不记恨对方的时候 你的能量就没有漏 你就开始堵漏 你的福气呢 就慢慢慢慢就已经在营造 虽然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得之良 可至少我的能量上来以后 我就开始 再加上老师那个诊经非常有效 还有睡这本书 睡眠就这样解决了 不求自得 我以前睡眠是百百复复很不好的 那来到这里每天很忙吗 因为也没时间想坏的 再加上老师家长的方法都是讲好的 然后又很忙 就这样子呢 每天都倒头大碎 就是这样子就过 就这样过了 过着超马的日子 那在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到超马呢 一定要新门打开 简单相信 你就听话造作 没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一定要去我 我们只要我们想的一定是错的 你就照地址国瑜去做就对了 因为地址国瑜是一个 就是你我他之间的关系的互动 你当你自己把我关掉 你再成就对方 你跟别人的关系一定是很好的 那个能量就是顺的 没有人会对你坏 这种是对你坏 刚刚分享一下你就赶快注入爱与感恩 那能量不就又不漏了吗 对 好 所以来到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讲就是 我除了我的健康问题解决 然后还有就是呢 我感觉呢 我开始呢 变得脾气呢 会慢慢收敛 说话也慢慢收敛 因为呢 脾气不好 自己吃亏真的是非常吃亏 脾气不好也就是我太大 把那个我关掉 随时就提醒自己 己言慎行 然后呢 再透过这个做心法 我好像日子就过得轻飘飘 好像呢 以前的事情 对我来讲好像一场烟 以前是耿耿于怀 现在感觉是一场烟 尤其我今天在发书的时候 经过以前 跟我男朋友散步经过 我就会这样想 啊 这个感觉好像是 就像老师说的 人世间都是一场幻化 那感觉就像一场烟 你就对这个宇宙万物呢 你越来越有智慧 干什么要那么执着呢 那所以呢 当我把这事情看得好像越 越不那么重要 就真的就不重要了 就是这个观念 你看以前多么无知无明 把自己呢困在里面 那这样老师又教我们要做得香女人化 这对我来讲也是真的很重要 以前自己实在是太刚硬了 真的是一点都不得香 一点也不阴柔 把自己弄的命很苦 现在要知道呢 要营造自己成为一个好命的人 那我刚刚要 刚刚主持人说我得到一个大礼物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 开宗明就讲得很清楚 你必须贯通这本书 如果你今生想要一片丰富 身体健康不再折腾 事业工作顺利 财务自由万事俱足 生活富有心小事成 那因为呢 我一直有在想到我的那个财产的一些的安置 所以我在三年前呢 我就一直在找房子 我想说我要买一个我在台湾自己的房子 然后呢我就找到找找到了一个我觉得不错的 然后呢在现在应该讲一年半前吧 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然后我因为那时候有自备款 我就准备够了 我就去买 然后在我的运想的计划当中 是想说前面两年呢 只有利息 好我房子整理好把租出去 然后呢等到两年过以后呢 我就有大陆的房子我要把它卖掉 那我我就可以把我大部分的贷款就还掉 那我想这样子就是 我等于因为我以前我随着以前应援 我家有亲人在大陆工作 所以我就配合他也买了一个一个小房子 结果呢人算真的是不如天算 那我确实是房子呢 买下来呢我就开始装潢 然后到了今年三月呢 今年应该讲去年底 12月房子就装潢好了 然后呢就因为又遇到过年嘛 那过年不好出租嘛 那我就等着过完年 那过完年呢又开始遇到疫情 那遇到疫情呢 这房子就根本没有人来问 因为我锁定的客户是外商 那时候根本就不准人家进来 所以房子就租不出去了 那租不出去呢 我从来买下来一直到今年的三月 我都是自己来付那个贷款的 那当然我去上班族 这个每个月每个月这样付付付付付 到了今年五月的时候我就有点受不了了 我就跟老师说 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那个租客什么时候才会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呢 当然我也买了票 因为六月份有活动嘛 我五月份也买了票 就这样呢 我有一天有一个灵感 刚好就是我在房地打算说 房子要租出去了 就是安顿我的心 不要那么的安忧 好 这也是我来到超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因为你有跟老师连线 然后有跟天地共振 你的灵性会跟你互通的 安顿一下 不要紧张 这真的 我收到那个讯息以后 一个礼拜后 我房子就租出去了 租出去呢 我就不用再去 为了我的贷款自掏腰包 因为有租客来付嘛 而且我想要的那个租金 还有我想要租的那个租客 都是我在心法当中想要的那样 我就越来越笃定 真的老师有听到我的话 而且我应该做对了 那我就一直在持续的去 去做这方面就是老师教育做的功课 后来六月份 不是十月份有活动 就现在 因为我大落房子 一直没有办法买 也是疫情 再加上我也过不去 因为成交一定要有人过去 我也是上班族 我没有办法 前后请十四天跑一趟 结果还好 我的朋友呢 我在大陆有乡线朋友 他就找 帮我找到一个他的朋友 就很容易呢 我们也不需要工资 大家都认识 就这样成交了 那我买票的时候呢 是今年的就是八月 然后呢 等一下我把最精彩讲完 就在我买票呢 八月份呢 九月份 就是九月初 那个房子就卖掉了 所以我很快的就把我的财产的 如我计划当中的 就处理好了 那在这些呢 我都分享了 我就是要跟大家讲 你情观情观是在我们人世中 很容易被梗住的 来到钞马都有解 那我也祝福大家 一切都顺利 那谢谢大家聆听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